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我们所研究的区价I上这是可导的 对不对 这很清楚 好 在可导的情况下 用导数工具 那么如果一届导数大于零 那么Y等FX在I上叫做严格单调增加 相应的如果一届导数小于零 我们说Y等FX在I上严格单调减少 所以第一个呢就是单调性的判别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第二条 这个呢叫单调性判别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极值的判别了 关于极值点的判别 我们首先在上一个大标题一 我们已经讲了极值的概念了 我们这里呢继续来谈 那么如何判别它是否是极值 二 一届可导点是极值点的必要条件 我们先看必要条件 说FX在X对X零处可导且在这一点取极值则必有这一点的导数值为零 好 大家注意这条啊 这个实际上是著名的费码定理 实际上这个是著名的费码定理 我们将在下一讲 大家先做一个标记啊 我们将在下一讲第六讲 中置定理也就是在九十页 我们会提到这个费码定理 九十页最后一行 现在你可以不用翻啊 我们也会给予大家证明 现在我们先不证明 先用几何简单解释一句 下一讲来证明它 这个证明也是蛮重要的啊 我们下一讲证 在一点都可导 就如果这一点可导 那么这一点是极值点 大家注意啊 极大值点也好 极小值点也好 那么极值点处 那么切线是水平的 大家看到没有 切线是水平的 切线水平意味着那一点的什么 斜率为零 斜率为零也就是导数值为零 所以几何简直呢 是非常简单的啊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结论啊 就是如果你这个函数在这一点是可导的 并且这一点取了极值 立即在这一点的 一节导数值为零 这个大家把握好 好这是必要条件 下面看判别机制的充分条件 那么我在书上实际上是给大家写了 我们一共写了呢 三种充分条件 分别称之为第一充分条件 看书啊 其实是企业 还有我们还有第二充分条件 屏幕上有啊 还有第三充分条件 那么我把这三个放在一起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呢也是啊 我还是说基础算是讲有一个优势啊 优点嘛 就是我给大家介绍的是 你们在各种教材当中所看到的各种充分条件的一个汇总 这样的话呢 就相当于说我们的基础是全面的啊 你把各个教材里的各种充分条件都把握好它 那么这样的话解决其问题来呢 你的基础就是扎实和全面的了 我们先看第一充分条件啊 12fx在x等x0处连续 且在x0的某区心领域内可导 它最要是区心领域啊 是可导的 就可以了 那我们待会儿来解释一下这个道理啊 呃第一个 如果x在x0的 那就是区心领域的 是我领域 看到没有 是左领域吧 画一个啊 这是x0点区心啊 去掉x0 往左开这个data x0-data 往右开这个data x0加上data 所以啊 它如果猫在这个区间的时候 说一届导数小零 根据我们刚才讲的单代性判别 当一届导数存在且导数小零的时候 它是单代什么 是不是单代减少各位 是吧 而在右领域 注意啊 x0到x0加data 一届导数大零 是不是单代增加 看到没有 单代增加 则fx在x的零处取得几小值 请大家注意第一条啊 为什么我们不强 不说 这个 在x0的某领域内 可导 而要讲区心领域 大家注意看这一点哈 我故意在图上画了这样一个 大家看 如果它这个是 这个单掉减 是吧 然后单掉增 这一点 假如是一个折点 就是我们前面讲过 这个尖点折点 大家记得吧 不可导点 这个内容我在前面讲过啊 我们 我大概意思啊 这个数要反复的方法 我们在哪提过这个事呢 你们可以看一下57 回头看啊 回头看 我专门讲一个 y的x的绝对值 是吧 是吧 y的x绝对值 那么在零点处 是不是它是连续点 但是不可导 是吧 大家 但是不影响什么 那不影响它这一点是什么 是极小值点 看到没有 对吧 fx在这一点取得极小值 是吧 那么 x的x零点 是极小值点 所以我们要知道啊 判别及时的第一出入条件 这个给出的条件 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不需要它 在这个区间内处处可导 只需要什么呢 它在除掉这个点的 区心领域内可导就可以了 那么这一点是否可导 这个不是它的这个必要条件 不需要非的这一点是可导的 有没有吗 不用这个可导的 所以极小值点处 不一定是可导点 那反过来我们要回头来说哈 那么如果它是可导点 那回来 如果它是可导点 且这一点取极之 那么这一点倒数必然是零 这个下一讲 我会给大家证明 这些逻辑都要搞清楚 好了 这是我们的这个判别 第二 如果 是吧 我画在这也行哈 如果那它在左领域呢 导数大于 代量增加 右领域呢 代量减少 是吧 那么这个点处呢 这个点不称为叫做极大值点 这个FX在这点处取得极大值 这个没有问题 如果一级导数在左领域 代量增 右领域也代量增 那么这一点就不是极致点 是吧 如果左领域单调减 右领域单调减 那么这一点也不是极致点 也就是说 如果一级导数在 左领域和右领域的不变号 那 那么始终是单调增 或者单调减 那么这一点的话呢 是不是极致点 不是极致点 好 我们把这一点呢 先给大家 把它搞清楚 把它搞清楚 这是判别极致的第一种条件 我们只用到了什么 各位 只用到了一阶导数 只用到了一阶导数 来判别极致 这是我们的这个 那么第二种条件 注意看 判别极致的第二种条件 那么这里呢 是这样说的 说FX在X点形处 二阶可导 再注意了 这里设计的用于二阶导数了 且一阶导数只为0 二阶导数只不为0 那么如果二阶导数只小于0 则这一点是极大之点 如果二阶导数 大于在这一点大于0 那么这一点是极小之点 那么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在这可以给大家 简单的证明一下 我写一下证啊 这个因为 书上我们没有写这个 大家就相当于是一个理解啊 或者说做个小练习了 我们证明一下 比方说 不妨 我们随便用一个小 是吧 正1 正1好吧 那么1 它的正 那么2呢 留给大家自己去正一下 证明 说 那么我们可以构造这个定义了 二阶导数X0 它是定义为 同学写一遍哈 Limit 很简单的 X是趋向于X0 那就是 F1比X 减去 F1比X0 比向X 你看啊 我们在讲的是 意愿威风学的应用是吧 几个应用 应用 应用什么 你前面学导数定义了 人家会用它 用 这叫应用 是吧 写数到定义 大家注意看啊 这个是小二龄的啊 小二龄的 我用什么 很好 我们接着用 我们前面讲的极限的什么 是接到极限的脱帽法 还记得吗 大家 所以立即可以知道 因为这里面有一个 可以直接写上 立即推 那么极限如果小二龄 那脱掉极限的帽子 F1比X 减去 F1比X0 比向X 减X0 那么 这样子小二龄的了 当然我们知道 这个叫局部宝号 对吧 局部宝号的话呢 意味着 它的区间是什么 就是这个小二龄的 成立的范围 当然是指我们的 区形领域了 这是X0 X0减Δ 到X0 加上Δ 在我们这个手心里头 这样的话呢 在这个区间 和这个区间上 可以保证它是小二龄的 好 大家注意看 当我的X是在 X0减Δ 到X0的时候 那大家想 在这个区间的时候 这里的X是不是小于X0 那么X小X0的话呢 这个就负的了吧 这个负的话呢 因为总的是负的 所以分子是正的 这时候F1比X 减去F1比X0 是不是叫 这个大于0 能听听是吧 现在大家知道 F1比X0是不是等于0啊 所以它实际就是大于0 看懂没 你不写这个就可以 因为它等于0嘛 这个就没有了 是吧 所以当底下小于0的时候 总的小于0 那么上面就大于0 那大于0的话意味着什么 是不是叫F1比X0 在这个区间上是单量增加的 对不对 然后当我的X是在 X0到X0加上Δ的时候 那么我的一节导数 大家看啊 当X猫在右侧的时候 X比X0大 底下是不是正的 你总的还是小0的 这底下是正的 上面是不是就得负的了 所以上面是小0的 那几天根据单量性判别 它是单量减的 那么这个什么点 根据第一充分条件 先增后减 设为其大支点 证明完毕 各位看到了没有 这个就是一个 非常简单的这么一个问题 我们用了一个导数定义 极限的保护性 给大家证明了这一点 同理2的证明 大家可以当作业 自己完成 能听懂意思吧 完全一样 你就把这个不等号方向改变一下 就可以得出绩效值的这个结论了 这一段考试尚未考过证明 所以我提醒大家 这个证明还是需要掌握的 如果是按照现在考试的这个负值 还有可能一个大体里面前五分 一个小五分 可能会让大家 证一下这个东西 这个呢 你是要会的 你要把握好它 这是我们说的第二充分条件 好 我们下面看五 判别机制的第三充分条件 请大家看书77 我们继续啊 我们刚才讲了判别机制的第二充分条件 那么就是我们这里用了什么呢 用到了一阶导数和二阶导数 大家注意啊 这个是叫第二充分条件 那么第一充分条件的话呢 只用一阶导数 第二充分条件呢 用了一阶导数和二阶导数 那么实际上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五 这个第三充分条件啊 实际上是把第二充分条件 做了推广 什么推广呢 我们看这个 它怎么讲的 说fx在x0处n阶导前 请注意看啊 f的一阶导数x0得0 f的二阶导数x0得0 f的n-一阶导数x0得0 也就是说前n-一阶导数 在这一点导数都是0 但第n阶导数不是0的话 这点n大一点2 则当n是偶数 且n阶导数小于0时极大 n为偶数 且n阶导数大于0时极小的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 这个第三和我们刚才讲的 第二有什么联系 实际上大家看出来啊 第二中文条件 大家看好啊 是不是叫一阶导数得0 二阶导数不得0 对不对 然后二阶导数小0叫极大值 二阶导数大于0叫极小值 对不对 好 大家看这 当n为偶数时 小值n去2 当n等于20 那么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n等于20 就是刚才讲的第二中文条件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第三中文条件 实际上是更一般化的一个结论了 是吧 它包含了第二中文条件的那种情形 这个大家懂的意思了 是吧 好 我们看一下啊 那么当n等于20 那就是一阶导数得0 二阶导数不得0 那么当二阶导数小0时极大值 二阶导数大0时极小值 是吧 就回到了刚才那个4了 好 我们现在呢 把它推广一下呢 是这样讲的 n为偶数 那可以这样讲啊 当n去40是吧 那我们就说什么 F1阶导数等于0 2阶导数在这一点等于0 3阶导数在这一点等于0 听懂什么呀 都等于0 但是第4阶导数在这一点 5等于0 好吧 那么如果4阶导数在这一点 那么下10 这个就是极大值点 如果4阶导数X0在这一点 大0 这个极小值点 能看到意思吧 那么这个结论的话呢 大家在考验的时候 可以直接使用 是吧 我们在基础阶段啊 大家在这个大学一年级的本科教材当中 应该是见不到这样的结论的啊 或者很少能见到这样的结论 但是我们把它总结出来 这个内容啊 稍微有一点高的要求 但是呢由于我们要一个全面的基础知识 是吧 大家先了解一下这个啊 先了解一下啊 知道有这么个结论 啊 这个结论的证明呢 我也在下面给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证明 我们简单看一遍就行啊 怎么证呢 令N等于2K 偶数嘛 我们构造一个极限 这个证明过程不要大家掌握啊 这个是不会考的啊 我只是希望大家呢 就是你看一遍啊 当作一个立体 学一下它的证明过程 那因为这里也涉及到 罗贝达法则 保耗性等问题 都是重要知识点 但是请放心啊 这个注是不会考证明的 你知道这个结论就行了 好 当N等2K 另N等2K 那么构造一个极限 FX-FX0 比上X-X0 到2K次方 大家就要2K次方 然后我们用一次罗贝达法则 上下都求导 0比0型都求导 再用罗贝达法则求导 再用罗贝达法则求导 一直求到什么呢 一直求到把这个X-X0的一次方 保留在这 到这个位置啊 到这个位置 大家请注意啊 罗贝达法则的成立 我们在前面给大家讲的是 罗贝达法则啊 不仅要求0比0型 而且还得要求什么 可导 不仅要求可导 还得要求求导之后的结果 是存在的 罗贝达才能用 是不是大家 所以我们这个 这个整个罗贝达往下写 它都是后眼逻辑啊 我们必须保证到这个位置 这个是我们罗贝达求导的最后一个位置 是不是啊 这个位置必须要存在 那么只要它存在 上一个罗贝达 前面的这个就一定存在 那么只要这个存在 那么前面的一定都存在 一直到开头都是正确的 能听懂是吧 所以罗贝达呢 我们可以一直求导下去 最后一个如果成立 那么前面通通是成立的 这个就是这个逻辑上是成立的啊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如果你求导到这一步了 变成了前面有个2K的阶层 然后X减X0的1次方 上面是F2K减1 接导数X 大家注意这里面我们讲了 说就是这个 前N减一阶导数都是0 对不对大家 而最后一阶导数F2K 因为N的2K嘛 2K的导数不等0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补上去啊 神秘的数字01 记得吧 减去一个0 在数量上是没有的 可以减去它 因为F2K减1 接导数X0还是0 能听懂是吧 就是N减1嘛 就是2K减1嘛 这个导数还是0的 这样的话呢 大家就把它写成什么了 很好 我们发现了 我们发现了这里面是不是有 不看2K减2K的接钱 不管它啊 剩下的是不是正好是F2K 接导数在X0减的导数定义 对不对 好 很好 那么这样的话呢 由于F2K接导数不等0 所以这个不得0的 明白了吗 那么这是一个存在的数 不得0存在的数 故 这个是一个存在的数 故 这是一个存在的数 对了吧 所以罗贝塔法则成立 当然这个构造啊 是有一定的技巧性的 能够一气呵成 把这个结论证明出来 所以这个技巧性强啊 不要求大家掌握 你们看懂就行啊 好 当我们说 你构造的这个表达是不得0 不得0了 那么 当这个结果是小0时 因为2K的阶层是正的 那么当F2K接导数在平的 这个则是小0的时候 那么自然前面这个极限值 这个极限是小0的 极限小0 根据局部保护性 脱帽法 对不对 我们就会有去掉极限的帽子 这个表达是也小0 可以看到了吧 那么由于呢 不管X 大家注意这个领域了 这是X0 然后呢 这是X0-Δ 这是X0加上Δ 不管这个领域 还是这个领域 大家注意啊 我底下XX0 是不是都是2K四方 对吧 大家2K四方 偶数四方 偶数四方底下始终是正的 对不对 底下正的 由于这个小0 那么分子始终是小0的 所以Fx始终小于Fx0 那么这一点正好是什么 极大之点 明白了吗 同理 如果F2K接导数X0是大于0的 那么我们会知道Fx会大于Fx0 那么这时候的话呢 这是极小之点 这个证明的话呢 是一气呵成的啊 这个是一个整个过程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助呢 让大家就是知其爱知其所义 这个就可以了 好吧 我们知道这个方法就行了 那么以上所谈呢 我们给大家讲了三个啊 讲了一个这个必要条件和三个充分条件 必要条件我们再稍微回顾一下啊 回顾一下 从这个开始 就非常重要的啊 应该这样讲 因为单段性的判别 大家很熟悉的啊 我不用啰嗦了 那么实际上来讲 在考研里头 主要就是 你比如说这个极止点的这个位置啊 主要我们用的就是 必要条件和三个充分条件 简单总结一下 那么一级可导点 是极止点的必要条件 就是只要一件可导 这一件取极止 必然有一级导数这里 那大家也非常清楚啊 这必要条件就是说 这个是可以推过去的 但是反过来呢 它是不能往回推的 为什么不能往回推呢 你想 即使在电可导 一级导数折零 它也不一定是极止点 为什么呢 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是吧 比如说y等于x的三次方 那么这个很轻松的一个例子 就解决问题了 那么我们y等于x三次方呢 是这样画的这个曲线 是吧 y等于x三次方 那大家知道这一点 零点数 我们知道 这一点是可导的啊 且导数是什么呢 y一批x等于零 正好是呢 3x方带x等于零进去 等于零 大家知道这个 这一点的一级导数值得零 这一点也是可导的 对吧 但是你往回推 是推不出它是极致点的 因为这一点不是极致 是吧 大家 你看这边带零 这边小零 这边等于零 这个零点不是极致点 是不是 所以大家就知道 这个叫必要条件 是吧 就必要条件 必要条件 它不能往回推 不能往回推 好 接下来充分条件 是怎么判别的 既然它只是必要条件 即使可导了 一级导数得零 那么也推不出它是极致 是吧 因为有这种情况嘛 那我们就要找充分条件 是什么呢 好 第一种 只用一级导数 对吧 只用一级导数 它就是单条减再增 极小值 单条减再减极大值 对吧 大家 这个就有了 第一充分条件 用一级导数 那么 判别极致第二种条件呢 就是用一级导数和二级导数 只在这一个点就行 大家这样多看几遍 自然就会清楚 是吧 我第一种条件呢 是在区间里头啊 只有一级导数 是左区间 这个 左领域跟右领域 这个一级导数变号 对吧 你不管是小到大 还是大到小 它都是极致 无非要分极小极大 而在左右领域里面呢 它不变号 它就不是极致 对吧 这是这个 那么第二种条件呢 是用一级导数和二级导数 只需要限定在x0点处就行了 是吧 那么就是说 一级导数得零 二级导数不得零 不得零的情况下呢 小有零 极大 大零极小 你考试的时候 你考试的时候 你就要用这个 一定要用好它 然后第三种条件 就是再推广一下 是吧 那就是说 前n-一级导数都是零 最后一级导数不是零 那么只要最后一级是个偶数 那么是点B为极致点 且偶数结导数小零了 是极大值 偶数结导数大量 是极小值 这个n呢 可以是超过2的 这个偶数 就可以 2-4-6-8 都是可以 好了 我们把这个 就给大家做了一个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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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给大家做了一个总结